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引我劃根進段北京後路 歐神秘部隊聶薩娥高級軍官 密謀工廠大爆炸 大家好 歡迎收看國際新聞眼 我是美玲 目前中共領導陳正聚集在北大學開會 有消息說黨內的元老都沒有參加北大學會議 這個月試著習近平一家獨大 也說明中共已經病入高坊 日前更加有中國學者提出 讓中國走出當前困境的十條建議 不讓外界看好 中共當局高層官員正聚集在北大學開幕會 今次的會議和以往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日經亞洲前中國分社社長 鍾澤克爾日前站民表示 據一位密切觀察中共政治40年的 中共黨內人少披露說 這是第一次所有有權有勢的黨內元老 都消失了的北大學會議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首先中共前黨魁江澤民在去年11月就離世了 而他的繼任 現年80歲的中共前黨魁胡錦濤 在去年20大幣模式上面被強行駕出會場 他後來都很少公開露面 估計參加今年北大學會議的可能性比較少 而今次都是習近平在任期內第一次出現 黨內最有影響力的中共元老沒有參加北大學會議 也就是說中共的全黨元老都消失了 這樣會造成怎樣的後果呢? 鍾澤對此做分析說 中共現在是建立習近平的極權統治 來去取代以前中共黨內的所謂集體領導體制 所以要糾正有問題的重大政策 唯一的辦法就是要習近平自己承認錯誤並下令改正 這樣習近平和中共會真正承認錯誤並且改正嗎? 鍾澤說一旦出現問題 任何糾錯的反應都不可避免地糊慢 因為中共的首要政治任務就是要保住顏面 並維持它的政治主導地位 他認為中共不會進行大修 只能夠用保存習近平面子的做法去做基礎治療 他比喻說相當於病人無論病情這麼嚴重都沒有辦法進行大手術 對於北大學會議 中國網絡專家里面已經有不同的看法 他認為中共團派的前任中央領導人 這次應該都會去參加了北大學會議 就好像汪洋、李克強、胡錦濤都會去 里面影認為這些人本身就是等習近平下不了台的 例如提及一套秦剛事件、洪災和喜鴻看新區等問題 由此看來中共已經病入高坊了 儘管如此 仍然有中國學者希望中共開改良 8月1日 《雷美獨立學者不做來》在推特上轉發一篇文章 關於走出當前局勢困境的建議 作者是北京理工大學 經濟學教授胡星斗 他提出的建議包括 重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重新依憲治國 及建立法治政府等 回歸韜光養晦 和西方國家搞好關係 堅持領導人任其制 制止國進民退 等民企成為市場主體等 但一向為我獨尊的中共 可以聽得進去這些建議嗎? 呂美時評人環河接收自由亞洲採訪的時候說 這些政策建議都是一廂情願的 聽上去好像很好 但他們都是不可能實施的 他指出 習近平實施的政策不是由國家發展的角度來看的 而是由保中共政權的角度去看 而等民企成為市場主體的建議 環河分析說 如果中國的經濟基礎全靠民企 靠自由資本的話 共產黨統治的經濟基礎就沒有了 接下來共產黨就要出局 這樣共產黨做不到 環河認為 胡星斗題的每一條建議 都是中共不可能接受的 即使是表現接受 但具體實施的時候 都要打上很多折扣 所以這樣就不可能成為中國經濟復甦 或者是政治上重回國際舞台的那種改變 頭腦清醒的網友對施平林說 很難得才出現這樣的一個加速師 就等他繼續玩多幾年 將中共撞送了他 與其改良 不如徹底推翻共產黨的統治 走向自由民主社會道路 中共黨魁習近平的花名不少 前段時間 中國民間為他送上了一個十分獨特的符號綽號 但現在已經被網絡上封殺 日前 中共官方有給他一個實幹家的身頭銜 被外界認為是高級黑 8月9日 中共央視網 在人民領袖習近平的專題一欄 發表文章《實幹家習近平》 並將這篇文章放在網站的字頂為字 文章說 海內外輿論高度評價 習近平示威實幹家 文章盤點了習近平一路升官司 還讚揚習近平的所謂政績 包括建設十分有爭議的雄安新區等 現在中國多地災民因為中共無預警洩行 導致家園破碎 已表現出對中共當局的不滿和反思 在這種情況下 中共黨媒還為習近平封上《實幹家》在身頭銜 容易何在呢 資深評論人蔡勝坤在9日發推說 此時此刻將市推出重磅報道 人民領袖、實幹家 這是典型的低級行、高級黑 無論當前的中國經濟數據 以及災民的怒哭哀嚎 還是說難以逆轉的國際關係 都令這篇報道顯得這麼滑稽可笑 裡面中國民間都為習近平起了不少的綽號 例如習維尼、慶豐帝、總加速師等 而民間給習近平的最新花名是三個箭頭 原來今年5月有網友在討論話題的時候 有人想在網絡上諷刺習近平 為了避免被封殺 就用箭頭去代指習近平三個字的發音音調 這個新花名都被其他網友使用 但中共顯然是注意到這一點 現在微博上面都已經搜索不到這一組的關鍵字了 說明已經被封殺 有網友說 厲害了 看看習近平可不可以幫我們封殺半本的新花字典 最近網上熱傳上海最大的中美移民中介公司 外聯出國董事長何梅遭到當地警方拘捕 最令人震驚的是 警方要求他交出過去辦理移民的所有客戶資料 中共都在這裡繼續鼓動百姓舉報間諜 引發民眾對重回無時代的擔憂 據悉上海市公安局10號做出通報 證實拘捕了某位出入境服務公司的類負責人何某等4人 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都在8月9日發推證實說 上海最大的中美移民中介公司 外聯出國公司董事長何梅兩日前被上海警方拘捕 據內線透露 警方要求何梅交出幾十年來辦理移民的全部客戶資料 而這位消息透露者還專門提醒所有辦理綠卡 或者是持有美國護照而依舊中美兩頭來回走的中國人 請由自身的安全考慮立即離開中國大陸 或者暫時不要回去中國大陸 大陸前媒體人趙蘭健都在9日發推說 都查20年全部辦理移民的貪官富豪資料被查 來路不明的巨大財產將會被各級政府沒收 維持政府的開支運轉 中共不僅要求得到移民資料 而且還鼓勵中國百姓舉報疑似間諜的人 有網友貼出北京西城街道辦的宣傳橫幅 上面寫著嚇人聽聞的說話 全區民眾擦兩眼發現海歸要報告 還有據說是河南省和拍完公安局拍攝的影片 表示只要民眾向中共當局舉報間諜 最多可以領到50萬元人民幣 影片當中說 如果有人拿著陸像設備刑即可疑 如果有人在網絡上發表不當言論 那很可能就是行走的50萬了 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自把名夫 對此在臉書上發文說 今天的習近平政權 現在好像已經陷入了草木皆兵的狀態 周圍觸間諜 鼓勵民眾掩舉群眾 當年毛澤東曾經用過 其實是權力者鞏固權力的一種政治手法 五十多年過去了 中國再次回到荒唐的時代 日前美國總統拜登正式簽署行政命令 禁止美國對中國在半導體 微電子等某些敏感技術領域進行投資 雖然中共表示嚴重關切 但英國和歐盟整個考慮是否跟進美國 收緊對話投資 8月9日拜登正式簽署行政命令 由明年開始禁止美國資金投入中國的 敏感技術領域 這裡包括半導體和微電子 量子信息技術 以及一些人工智慧系統 這項行政令還特別要求在華經商的美國人 要和美國政府通報對中國人工智慧 和其他類型半導體的直接投資情況 目的是為了阻止美國資本和專業知識幫助開發 可能用於支持中國軍事現代化的技術 美國政府明確表示 這樣做是為了應對國家的安全風險 而這項行政令同時都得到了 美國國會兩黨的普遍認可和支持 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孫密 在聲明當中說 他長時間以來 美國的資金幫助推動了中共的軍事崛起 今日美國正式賣出戰略性第一步 來確保美國的投資 不會用於資助中共在發展和部署 簡短能力方面的軍事進步 因為這些能力破壞了地區穩定 威脅到我們的國家安全 作為被禁令限制的主要對象 中共在甚麼反應呢 中共商務部似乎對此非常緊張 在10號凌晨仍然未睡覺 並表示嚴重關切 將保留採採措施的權利 還說這樣是赤裸裸的經濟威脅和科技霸凌 台灣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不失智 對此分析說 中國對於這個新的制裁 我相信是非常擔憂的 所以我們看到中國駐美國大使者風 他就特別的反應非常大 這樣正表示拜登這個行政命令 其實是有打中中國的要害 英國和歐盟對此是甚麼看法呢 據金融時報報道 英國首相蘇納克 弄到考慮要仿效拜登限制對中國的投資 並且正在與英國的企業討論相關問題 歐盟委員會都表示 對拜登的命令進行分析 並開始審查歐盟對外投資方式 在與美國保持密切溝通的同時 計劃在今年年底之前提出方案 被稱為薩滿營的烏克蘭特種部隊 已經對俄國境內的高級軍官進行多次刺殺任務 日前莫斯科北部一間和軍事有關的工廠發生大爆炸 造成人員傷亡 歐盟懷疑這件事和薩滿營有關 8日據英國泰晤士報新聞網報道說 烏克蘭薩滿營的證據士兵在長達一年的時間入面 對俄羅斯的基礎設施展開襲擊行動 他們現在的新任務就是暗殺俄羅斯的高級軍官 據悉 烏克蘭的特種部隊薩滿營是由烏克蘭情報部門去管轄 薩滿營中代號智慧的一位中士 負責計劃撤殺任務 他說 我們的目標數量包括針對特定人員 說目標的任務有所增加 例如俄境內將領或者類似人物所在的建築物 據他披露說 在過去六個月入面 我們已經進行了十幾次這樣的行動 而且都取得了成功 雖然這位中士並沒有講出具體的目標人物 但近期俄羅斯已經有多位的將領喪生 今年六月俄軍上教 布茨涅座夫在距離烏克蘭市十公里的 別爾哥羅德地區 駕駛勤務車的時候遇復激身亡 今年七月俄倫邦安全局 安全部門的師傅拉托夫 在和烏克蘭接壤的布梁斯克地區搭車的時候 撞上了地雷喪命 現在還不確定他們是否遭到薩滿營的暗殺 代號為智慧的中士說 有時其他團體可能會聲稱我們的執行成果 那麼薩滿營的配備是怎樣的呢? 據悉其中最高效的一支任務小組 是由一架配有兩架M240機關槍的 美國黑鷹直升機部署的陸人部隊 9日位於俄羅斯首都莫斯科東北50公里 一間光學設備工廠發生爆炸 至少一人死亡50億人受傷 不知道是否和薩滿營有關 俄媒體報導說 爆炸似乎發生在澤哥爾斯克 光學機械廠裝有煙火設備的一個倉庫裏 據美國商務部的報告顯示 該工廠為俄羅斯軍隊生產精密光學設備 由此開推測 針對這間工廠的襲擊似乎是有預謀的 雖然烏克蘭對這件爆炸事件沒有發表評論 但烏方在同一日表示 新卡霍夫卡士的俄羅斯指揮所 遭到了烏軍的襲擊 好了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多謝你的關注 我們明天再見